我现在讲一讲刚才的情况 就是有一个人 他对他的儿子说一些话 这些话因为儿子有些地方做得不够好 不好之后他就说一些话 是比较粗辱的 令儿子不舒服的 然后我就请他们现在 继续帮助他处理这个问题 帮助他 帮助他以后不要再发生 在开始的时候 有一人就说 你有没有看到你跟儿子 这个沟通有问题 我就马上说 这个说问题就有些问题了 为什么呢 你说有问题 你觉得你原关系有没有问题 就会有一种带有定罪的意思 就是说你有问题 但我们可以这样说的 你觉得你跟儿子的关系怎么样 你跟他沟通的方法怎么样 这个是重力的 没有说 没有定他的罪 就是说你觉得怎么样 好了 他说出来 我看到儿子的情况 他某些地方 我这里面就很不开心 然后 是不是有不开心 大约是这个 然后 这个帮助他人就觉得 他已经说出来就解决了 我说没有解决啊 他就是这个问题 稍微露出来 他看到儿子的问题就会有这个反应 我们要拆解这个问题 拆开这个问题 看看里面是什么 才能够化解这个问题 我就示范 怎样说了 问他 那你觉得为什么 你见到儿子就容易 说这些话呢 就容易有情绪化呢 尽量用不太强烈的话 不要说 你就看到你的儿子这么用 就骂他了 就不用这些字 而是用 你就会情绪 容易就有一些反应了 他说他就回应了 他说 我觉得因为他们 我们太熟了 太熟了 所以就容易说这些话 然后这个帮助他人 就又去解决了 整个解决 我说还没有啊 还没有拆开啊 怎么拆开啊 他说这句话 太熟了 这个是很重要 我们是要抓住这句话 了解 能够拆开这个问题 我提醒人说了 你是不是觉得 跟熟的人谈话 就可以很直接 很强烈的 然后 他说是啊 这是我的习惯 那我就说 这个有没有问题了 他说有啊 这是跟他熟的人 就容易说一些 很直接很强烈的话 对方就觉得不舒服了 这样的话 家庭的关系就产生问题了 我这是 他说到什么话 我就聆听 我听到他说 熟悉 因为熟悉 所以就说这些话 所以我就问 是不是熟悉 就应该这样做 熟悉是不是这样做 就有好的结果 其实结果是不好的 那然后继续引导 就引导 这样的话 可以怎样改变呢 如果我继续 因为我当时时间够了 时间够了 我就说 好了 我现在停止 但如果我继续帮助 怎样帮助呢 好了 你看到儿子这么样 熟悉的人 但你很不开心 怎样处理呢 他如果能够说出来 能够说出一些好的方法 非常好 如果他想不到 我就问他了 我给你一下提议好不好 好了 熟悉的人 是不是对你生命更重要 如果我要分析 熟悉的人是不是更重要 是 更重要 更重要的人 是不是更要珍惜啊 是不是 是的 更要珍惜 但如果更说一些 很强烈的话 后果是什么 更多的伤害 更觉得 哇 见到妈妈 就好像见到老虎 哇 见到老虎 不想说话 不敢说话 就有困难了 是不是后果更严重了 那可以怎样处理呢 怎样处理内心 首先是处理内心 在里面就说 他有问题 不需要 发露 其实我问他们几个人 我说 你们都曾经跟我沟通 有些时候告诉我的情况 你觉得我有没有定你的罪了 他们都觉得我没有 为什么我没有呢 因为我的里面是接受 人有罪 我也接受我有罪 所以我听到人有罪的时候 我不是说 你没有用啊 你为什么这么多罪 我不是这样想 我是说 好了 他是觉得无助 没有力量 没有方法 所以很难 所以他需要帮助 所以我来帮助他 引导他 帮助他 而不是定罪 我定罪了 所以圣经清楚说了 不要定人的罪 免得你们被定罪 定罪的方法 不是神的方法 魔鬼是不停地定罪 所以 是伤害人的 所以 我的里面是听到的时候 熟悉跟儿子熟悉 所以就会容易 说很强烈的话 那可以怎样改变呢 可能改变 首先是明白 熟悉人更重要 是不是更重要 更重要的话 是不是更要珍惜 怎样珍惜呢 说 欣赏的花 恩典的花 关心的花 他有什么好的地方都欣赏 你的儿子 其实很有心 能够停留在这个地方 一起参与 事奉 参与工作很重要很宝贵 让他觉得我很重要 我在这里 事奉很重要 这个工作是事奉神 是很伟大的 神很喜悦的 好了 那么 怎样解决这个露气的情况呢 就是能够 如果他想不到 我就会说 会不会我们想到 他还是未成熟 需要长大 但我们 你怎样引导他 有责任感呢 有这个责任感 你相信你的生命是很宝贵吗 可以这样对儿子说 你相信你的生命很宝贵 你的西奉在这里 你觉得是重要吗 是很重要的 因为你能够帮助很多人 他们来到这里 学习 生命改变 西奉改变 帮助很多人 能够认识耶稣 这个很宝贵的 当你觉得是宝贵的时候 你要不要 让这个西奉更提升 去到更高的层次 好不好 去到更高的层次 怎样去到更高的层次呢 就是 责任感重不重要啊 怎样更有责任感呢 真的负起 负起这个责任 说我要 尽力去做 神就喜悦了 每次做的时候 神都喜悦 哈利路亚 神喜悦 我所做的 我就很开心了 这样的话 他就会乐意的 西奉神 不会没有责任感 例如 为什么我来到这里 有责任感呢 其实 这个西奉 跟我没有 直接的关系的 我不需要帮助的 为什么我愿意帮助呢 因为这是天国啊 这是天国神的计划 我能够有这个机会 祝福 是我的福气 提升我的生命 所以我有责任感 我每一方面都关心 我关心每一方面 也关心他们沟通的方法 因为他们沟通方法好的话 这个西奉就提升了 所以我有这个责任感 所以可以告诉儿子 你很重要 很宝贵的 你有责任感 你的生命就提升了 就被神大大使用了 而且里面有路气怎么办呢 另外处理路气了 路气就是说 想发路怎么办呢 可以用不同方法 我越发路越不好 有不好的后果 这个是律法的提醒 发路后果越不好 律法 恩典是怎么样 我处理这个路气神喜悦 而且神很看重我 我从神有力量 我可以由何谦卑说话 我更能够改变儿子 神就喜悦 我的生命又提升了 我的生命就大大的提升了 刚才有几点留意的是什么 第一 心里面有没有定人的罪 问人问题的时候 有没有定人的罪 例如 怎样定罪 你觉得你 那件事件有没有犯罪 已经是定了罪了 你有没有做错 你有没有说错 都是已经定了罪了 定了罪的时候 如果有人问你 你跟你的老婆 是不是犯了罪了 你跟老婆沟通方式 是不是犯了罪 你马上说 为什么马上说我犯了罪 这是他如果他犯了罪 他还是听到不舒服 是不是 但我不是让他犯了罪 没有后果 我让他知道 是有后果 但我不用犯罪这个字 我用你跟你的太太的关系怎么样 你跟他沟通的方法有怎么样 可不可以改善 怎样可以改善呢 改善重要吗 你跟你的太太的关系更好 重要吗 如果你跟他的太太的关系不好 有什么后果 这是我用引导的方法 慢慢拆开他的生命的不同部分 为什么你见到老婆就容易发露 可能是这样的 有些情况是这样 因为老婆太啰嗦了 所以见到他就容易发露了 好了 为什么老婆啰嗦啊 因为你不听他的话 不听他的说话 所以他说什么话 你不愿意听 他很厌烦 他说话很长很长 很多重复很多次 所以没有耐性 为什么他会重复说呢 为什么原因 可能你没有听他 所以他就重复 他就很啰嗦了 但你听他的说 他就不会这么啰嗦 而且可以有这个约定 可以有这个约定 就是说 我跟我的太太是这样的 她非常好的 如果我承认我有做错 我愿意改 他就说 他就会停止 我就说 好了 我已经知道 我做错了 我说错了 请你谣述我 我以后我留意 要怎样改 然后他就会停止 如果他没有停止 我说 我决定会改变了 你放心了 他就知道我告诉他 可以停止说这个事情了 这个就是我们的约定 这个方法 就可以解决家庭中 啰嗦的问题 我也会回应他 我也会应成去处理 这样的话 就是用一种 不定罪的方法处理问题 说话的时候不定罪 但有些人说 这个太难了 每一句话都要想 但我告诉你 你不去想 你的后果更严重 而且你想惯了 你就反应可以很快很快地反应到的 好了 我刚才说的有没有问题啊 没有 但你不明白 其实我们时间够应该去吃饭是不是 因为如果上午你觉得还需要明白刚才说的话怎样说了 你可以说出来 因为这个很重要 虽然用了很多时间 但你学到很重要 我告诉你 不容易学的 如果你能够马上改变了 我告诉你 你有一 不是一百分 是一千分 如果你能够马上改变的话 我告诉你 是不容易的 因为这是改变生命 改变你里面的油和谦卑 想不想啊 需要时间 需要留意 是不容易的 就这么重 请覆 vis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